好 各位老铁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无信号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无就是安卓机大多数修来修去 一个是充电 一个是信号问题 还有灯光 这种就太多太多了啊 没有信号 好 没有信号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啊 商家已经怎么样 下面他已经排查过了啊 实际上这种呢 也不需要搬下来去看 我们就能知道他有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不扣这边的尾叉 如果说有信号了 这个这个就证明完下面有问题 如果说扣上他就没信号了 就下面有问题啊 然后我们来仔细的观察一下 左板哪里有进水的一个痕迹啊 我来再给大家再看一下 然后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水是从卡到这个地方进的 那么信号部分肯定有问题了啊 好 我们先观察 还有这边全部烧糊料了 全部烧糊料了啊 我估计这个里面已经不好说了啊 好 ok 就是最近拍的这些视频啊 就是讲解的时候 声音都非常小啊 就是这个那边有师傅 周师傅在这个在讲课啊 我的声音就比较小 哎呀 我的乖乖 来了啊 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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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里我就知道 钱来了 问题已经锁定 只要处理这里就可以了 其他地方不要动啊 像中平 工放 都不需要动 跟那个没关系 好 第一步先清洗 步骤很重要啊 为什么有的机器 给商家全部修废掉了 是有原因的 没关系的地方 你不要去动 是不是 你跟人家瞎搞 那机器修挂了 废了 原本很简单的故障 你非要下来 是不是 好 ok 我们看一下底脚方向啊 然后点位是在 点位是在 目前按照视频方向是在右下啊 在这里 点位在这里 我们一会装的话 也是按这个这个脚位装啊 安卓机 不像苹果机啊 所以说这 芯片都是问题 所以拆下来之后 没问题了 立马装回去啊 好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细根的分开 好 完美 接下来清洗 好 ok 完美 接下来我们处理芯片 那我说的没错 这个脚位就是我刚才所指的那个脚位啊 洗干净 好 上面我们再来一点细 稍微上一点就可以了 不要上太多 所以这些细节大家必须得懂 我这个我这个松香有点脏了 好 ok 完美 归于动作 好 接下来我们试机 这个长回事 开机等待的过程啊 永远是漫长的 然后哎呀 现在就不要说了啊 我还准备找密码了 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四季 那么这个就很简单了啊 好 再见 我们要尝试 Could 估认一下 and上面